想到瑞芳你會想到去哪裡呢? 在台灣最北部的地方 因為地處東北季風的切入面 所以常年受海風侵蝕 因此它就形成了多遍豐富的海濕地形 還有奇形怪石等特殊的樣貌 在瑞芳這一帶呢 除了九份可以玩之外 上山下海都有很多很漂亮的景觀可以玩喔 這是我們整理的幾個景點 那我們這個週末就一起去玩啦 GO! 旅館的景觀 瑞芳第一帶我們來到的是這個橡皮岩 那來它這邊的方法呢 就是導航到橡皮岩之後 它這邊就有個停車場 那到了停車場之後 左前方就是入口 那個入口呢 走進去還要走一大段的石頭路 大概走了十分鐘吧 來這裡記得要穿好走的鞋子 因為這裡都是凹凸不平的路 不太好走 看到了嗎? 就在那裡 看到了 以前它這邊是有開放的 結果因為太危險了 所以它現在都封起來了 最橡皮岩感覺就像我們去沖繩看到一樣 沖繩那個也是叫小鼻 對啊 只是它是反方向的 這邊看起來真的蠻像一隻大象的欸 那邊是它的耳朵 然後這是鼻子 這個這個真的很像 它現在這邊已經都是圍起來 也不能爬到橡的杯上了 要從不同的角度看這個橡皮呢 可以玩SOP 或者是獨木舟都可以唷 這裡有個景色 海藏還不錯 我還以為來這邊是停了車 然後沒有多久就可以走到了 還要走好多的石頭路 對啊 石頭路還真的蠻不好走 對啊 所以我要帶你來吃了 是這間叫做瑞濱海鮮小吃店 它是一間隱身在瑞芳濱海公路巷子裡面的海鮮餐廳 那它是不接收電話預約的 而且它是沒有菜單 它是在地人一個非常推薦的口袋名單 而且在網路上是很難搜尋不到的 那我們要怎麼點 它要沒有菜單 它這邊就是今天有什麼海鮮 那你就是點什麼 兩位 有位子嗎 兩位喔 很久 前面 兩組九位一個五位 呃 起碼還有兩個小型號 哼哼 結果我們沒知道 我們前面有一個九位的人 然後一個五位 然後只有一位廚師 所以我們就算有位子也吃不到 走吧 那我們去找別店吧 好 如果要來的話要早一點來 嗯 可能要11點的時候就來了 它一開門就來 可能就有了 結果因為剛剛那間人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趕來這間六八六魚餐 在這裡我們點了一份草麵 它有一份草青菜 跟一份草蛤蠣 這個草麵的料也太豐盛了吧 就蝦子有豬跟有菜 還有花雞 這蛤蠣也在它買嘛 而且它每一個蛤蠣都是很大顆的 沒有在吃耶 我覺得不錯啊 蠻好吃的啊 如果那個對面的人太多來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接下來我們要去的地方 是水南洞的陰陽海 這裡有這個名字呢 是因為金瓜池山區的溪水 那它流入到海裡 那因為水中的礦物池含量比較高 所以呢 經由長年累月下來 就會變成像陰陽海這樣子 一半金一半藍的樣子 那旁邊那個斑馬線呢 也是很好拍 大家都會在那邊拍的一個景點 那它就是像是 我們那個冠南高中 蓮昌那個場景一樣 這裡跟蓮昌的差別 就是它不是平礁道 蓮昌那邊它這邊是個平礁道 大家要拍照的那個斑馬線那邊比較危險 那其實這邊就有一個觀景牌 視野還比較好呢 在這陰陽海的停車場這邊 就可以看得到十三層遺址 在那裡 嗯 我們等一下要去那邊 十三層遺址 它是不能進去的 它只能在附近的地方去參觀這樣子 它是一個座區 對 在陰陽海的旁邊這裡有一個小小的秘境 就是大野狼與小綿羊的一個岩石 大概要發揮一點想像力才可以看到吧 這裡 可是這要穿越很多的草 很可怕欸 這種地方到底是怎麼樣被人發現的 來 你告訴我哪一隻是大野狼 哪一隻是小綿羊 我怎麼看不出來 這邊是羊羊 這需要吃出的想像力啊 這邊是大野狼 這邊是小綿羊 然後它就是要把它吃掉的羊 說到要看陰陽海啊 大家很熟悉的就是這個聯動國小啦 從這裡往下拍就可以看到 陰陽海很特別的景色 那也很像日本電視裡面的場景一樣 所以就很多人在這邊拍照 在這邊讀小學太幸福了吧 對啊 上次的地方還可以看著這片海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是常人公園的眺望台 這邊是我們覺得看十三層遺址最好的一個點 那在金瓜石下方的這個十三層遺址呢 它是以前最大的一個玄礦物場 在採礦業沒落 這裡也就跟著沒落了 那在以前十三層遺址只能白天欣賞 那現在呢 因為它跟台天合作 所以在晚上六點到九點也會點燈喔 就可以看得到十三層遺址點燈的樣子 你在幹嘛 它這是不是只有十三層 這就是十三層 沒有其實它有十八層 只是十八層那會想到十八層地率 所以改叫十三層 你數到幾層 你說要幾層 四 哈哈 來到這裡如果說時間夠的話 也非常推薦來這個狂青博物館這邊走一走 在九份老街旁邊有一個這個基隆山登山步道 那晚上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夜景 現在是傍晚五點多 那我們現在要到基隆山的上面 去等夜景 在這基隆山上面呢 可以看得到這個整個九份的夜景 天色越來越暗了 對啊 走了二十分鐘 後面已經有點亮了 快要到山頂了 大家來這邊拍照的話 都是在第一個樑屏跟第二個樑屏中間 或者是他們會在第二個樑屏跟第三個樑屏中間 那邊是一個拍照 它後面已經有那個 燈已經點起來了 我們到第二跟第三個樑屏中間 哇 上來看超多人的啊 我剛才走上來說以為 就只有我們幾個人而已 哇 想不到上面這麼多人 後面超美的 拍起來很漂亮 這邊爬上來大概就是 花了三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晚上的時候就可以看得到 整個九份點燈的樣子 而且這邊的夜景 我覺得跟市區的不太一樣 還蠻特別的 想不到我們竟然是在這個夜景 的地方大概最久的時間 好啦 那我們這一次瑞芳的影片 就到這裡啦 希望你們大家會喜歡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開小鈴鐺 掰掰 看不到人了 掰掰 拜拜 拜拜